凤夕除了准备各种物资 还不忘记来海长老这里 挽回好感度 海长老一见到 他就吹胡子瞪眼 就差让他滚蛋了 凤夕就跟莫看见似的 笑眯眯地说道 海长老 您还不知道吧 现在全宗上下都在称赞您呢 第一次出访燕族何其危险 只有您才有这样的胆破 敢接这个重担 虽然我知道 您一直想要做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不在乎这些虚名 但是 现在人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您必须得走到台前来了 原本怒气冲冲的海长老 默默地给凤夕倒了杯灵茶 也罢 为了人族 为了玄天宗 我就担得虚名吧 这天 到了出发的日子 萧百刀率领一众高层 亲自送到了山门之外 凤夕很丝滑地跪拜祖师也 祖师在上 弟子凤夕即将出访燕族 此一去山摇摇水迢迢 归期未定 还请您保佑 我等达成所愿 平安归来 海长老和将继既人健壮 也都跪了下来 萧百道和一众高层 亦是如此 山门之外 黑压压跪倒了一片 凤夕心说 要不是他 哪能隔三差五 就享受后辈的跪拜 另外三个宗门的祖师爷 估计都酸成柠檬精了 众人起身之后 海长老帅先遇见而起 江继等人也都遇见而起 凤夕这才慢悠悠地换出木剑 系上安全带 嗷嗷叫着追了上去 陪周下的一击灵 差点从飞剑上掉下去 景言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心里平衡了 看来 被惊吓得不止他一个 凤夕他们先遇见到了四派的集合地点 然后统一搭乘非洲前往燕族 嗯 非洲耗费的临时费用 军摊 见到凤夕 行屋就是一击灵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非洲里面不能比事件法 顿时就放松了 再想到燕族的那些人 还不知道小师妹的可怕之处 顿时替他们点了根冲天大蜡烛 路上很顺利 这天他们抵达了人族和燕族的交界地带 燕族已经派了春护法在交界地带等候了 燕族设有春 下 秋 东四位护法 各司其职 春护法主要负责外交事宜 颇有几分先锋盗鼓之姿 若不是眉心的火焰标志 倒是看起来和人族无异 春护法表现得十分热情 寒暄过后 说道 众位 你们第一次进入虚界 我有必要和你们说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虚界里面虽然也有灵气 但并不纯粹 里面掺杂着一些梦魇之气 所以可能会让你们不太舒服 你们的修为会下降一个大等级 神识也会有些许不适 再三强调之后 这才陪同海长老他们进入了虚界 众人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毕竟先少有人足 踏足虚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果然 正如春护法说的那样 众人都感觉到身体很是疲惫 甚至有些脱力 神识也有一阵阵饮痛之感 凤夕本来啥是没有 但是瞧现别人都一副难受的模样 也赶忙紧皱眉头 还硬生生弄了一脑门子薄汗 他特意看了一眼裴周 虽然看起来比其他人正壮青一些 但也有些许不是 凤夕猜测 这可能和他的燕族血脉被封印有关 否则他眉间也应该显现燕族的火焰标志 跟随春护法的那些人 看到人族使团如此狼狈 不由地露出鄙夷之色 人族一向自封万物之灵 真是恬不知耻 如果真是万物之灵 为何到了我们虚界如此受限 倒是春护法一如既往的礼貌微笑 让人如沐春风 众位 既然你们不太舒服 不如先到驿馆休息 明日一早再觐见我皇 可否 海长老等人确实不太舒服 所以同意了 春护法当即将众人安排到了驿馆 两人一间房 因为没有别的女眷 所以 凤夕自己住一间 每个房间布置的都很奢华 仆役也都恭敬有礼 甭管燕族背地里怎么着 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海长老等人 有些忌讳燕族的那些仆役 所以全都打发走了 凤夕倒是如鱼的水 不但心安理得地享受仆役们的服饰 还笑眯眯地和他们唠家常 这些仆役从来没有离开过虚间 自然对仁族的事情也很好奇 听得颇未入迷 凤夕不露声色地卖了卖惨 说自己曾经是丹田受损的小废物 如今虽然能修炼了 但也是清传弟子里面最废物的一个 人也好 燕族也罢 都会对弱者放松警惕 这些燕族仆役也不例外 特别是凤夕年龄小 如今看起来只有炼气修为 根本让人没办法生出警惕之心 所以凤夕很快就从他们嘴里 套到了不少讯息 比如说 魔族使团在三日前已经离开了燕族 而且带队的历南时似乎还不太高兴 燕皇有三子 其中大皇子赫连丽川继承皇位的呼声最高 春夏秋冬 四位护法面和心不和 一直在明争暗斗 当然了 仆役的原话肯定不是这样的 是凤夕从他们零散的资讯中拼凑推测出来的 凤夕套话套得差不多了 这才赏了他们一些小物件 把他们打发了 倒不是他抠门 而是如果给的太多 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凤夕正准备打坐修炼的时候 小黑球贼兮兮地说道 主人 我之前一直都只吸收灵气和魔气 还没尝过梦魇之气的味道 刚才我稍稍吃了一点 还挺好吃的 我想弄一丢丢带回去慢慢消化 行吗 凤夕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点头 好 小黑球屁颠屁颠地 开始吞噬梦魇之气 隔壁柱柱的江济和军纹 因为不是硬虚界的灵气 整个人都浑沉沉的 只是不知道喂食魔 突然就舒服了 而且 很舒服 咦 怎么突然觉得虚界的灵气 比人族地界的还浓郁 甚至比一些秘境的灵气 还要浓郁 既然如此 那当然不能浪费啊 于是 两人也顾不上休息了 开始盘膝修炼 隔壁的隔壁 景延和裴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赶紧爬起来修炼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秦时锋和行屋对视了一眼 也开始修炼 凤夕他们这些人族弟子 虽然两人一间房 但其实是在同一个大院子里面 被称魏飞玉轩 随着小黑球吞噬的梦魇之气 越来越多 哪怕是距离凤夕房间最远的穆子怀 和墨修远 也察觉到了异常 墨修远诧异地说道 大师兄 你觉没觉得突然就好受了很多 而且屋子里面的灵气也变得非常浓郁 墨子怀点头 是啊 我也察觉到了 甭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先修炼要紧 于是 两人也加入到了修炼的队伍里面 缝隙看着 在那吸梦眼之气的小黑球 心想 难道这玩意的正确开启方式是 空气清净机 不但能吸黑烟 还能吸梦眼之气 简直是居家旅行的必备佳品啊 不过 他怕闹出来的动静太大 惹出麻烦 让他悠着点 毕竟 他们要在燕族待不少天呢 他让小黑球吸一会儿 就歇一会儿 所以 除了飞雨轩之外 其他的院子并 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凤夕叮嘱玩小黑球之后 也开始了修炼 这魔浓郁的灵气 不用来修炼简直是暴殖天物 第二天早上 春户法来接人族使团觐见燕黄 他诧意地发现 人族的十一名清传弟子 一个比一个精神 红光满面点 他心里一惊 人族的适应能力 这魔强吗 不过看到海长老四人 面容憔悴的模样 他心里松了口气 估计是修炼越高 影响越大 一行人出了一拐 七拐八拐 到了皇宫的正门之外 只是 正门被一头小山般的燕兽挡住了 只留了一个侧门 这头燕兽长的极为凶残 尤其是一双眼睛 鲜红如鲜 让人不寒而栗 玉兽门的红长老涉猎很广 认出了 这是血同兽 是燕兽之中 最为凶残的一种 修为相当于人族的原因后期 春护法沉着脸说道 血同兽 你这是做什么 还不赶紧让开 血同兽不耐烦地吼叫了几声 然后把眼睛闭上了 显然没有让开的意思 春护法一脸的无奈之色 这头血同兽 是燕黄的做起 就是个魂不立 有时候 连燕黄的命令都敢违抗 众位在此稍后 我这就去向燕黄禀报此事 让燕黄亲自处理此事 春护法说完 急急忙忙地走了 在场的都是人精 当然知道 春护法这是托词 就是想给人族使团一个下马威 若是在外界 红长老他们 自然是不拒的 毕竟他们都是化神修位 只需要是放威压 就足以让血同兽 乖乖地让开 但是此时 他们的修位 都被压制在了原因期 莫办法 用威压震慑血验兽 若是直接动手的话 何一头畜生计较 未免有失身份 但是走侧门 那更是给人阻抹黑 一时之间陷入了为难境地 这时 凤熙笑眯眯地说道 血同兽是吧 我送你点尖面里吧 这是我们人族最喜欢的食物 香喷喷的 你一定很喜欢 血同兽睁开眼睛 一脸的鄙夷之色 这个人族小丫头 难道想要贿赂我 真是愚蠢至极 我是燕皇陛下的坐骑 我对陛下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为了口吃的 就背叛陛下 正想着 凤熙扔过来一个纸包 血同兽觉得 有必要展现一下自己的骨气 一挥大爪子拍向了纸包 哄 里面的辣椒面 四散飞扬 凤熙等人站在了上风口 血同兽出在了下风口 今天的风还挺大 血同兽 被辣得涕泪横流 原本就红得眼睛更红了 他现在顾不上别的 只想赶快用水冲刷眼睛 像个无头苍蝇似的 冲进了皇宫 凤熙一摊手 看来他不太习惯 我们人族的饮食啊 下次 我送他点花椒面吧 海长老等人 甭管凤熙这办法损不损 但立竿见影啊 没想到有朝一日 他们靠辣椒面 保住了人族的颜面 这时 凤熙又说道 看来燕族对礼一方面不太注重 估计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既然如此 咱们就自己动手吧 水系的弄个净水泼街 木系的弄点好看的花出来 我乍两个爆裂浮轰拖一下气氛 木子怀他们还真听话 当即按照凤熙说的操作起来 此时 春护法正在一个凉亭里面喝茶耗时间 先摸摸这些人族的锐气 然后他再出面把血铜兽弄走 人族也好说什么 然后 他就看见血铜兽像疯了似的扎进了荷花池里面 因为势头太猛 像跟大蜡烛似的插在了淤泥里面 紧接着就听到皇宫门口传来霹雳啪啦的声音 他顿时大惊失色 不会是人族狗急跳墙用符转伤了血铜兽吧 他匆匆忙忙跑到了宫门 看到海长老四人伴随着霹雳啪啦的声音迈着 方不进来了 地上还用清水喷洒了一遍 更夸张的是 还有凌厉幻化的朵朵鲜花 海长老四人心里美美大 凤熙这小丫头不愧是人族楷模 不说别的 真能整事儿 他们这辈子还没享受过这磨隆重的待遇 春护法一脸的僵硬 他想要为男人族 结果让他们反客为主了 更可气的是 凤熙看见他之后差一刀 春护法 你这磨快就回来了 看来这皇宫墨多大嘛 其实 没必要麻烦燕皇陛下 我们能自己解决的事情都自己解决 再说 血铜兽虽然长得撞了点 但很通情达理 知道好狗不挡路的道理 乖乖让开了 春护法的脸就跟变色龙似的 不停地变换 显然是气坏了 但是又不好撕破脸 他只好干笑了两声 你这小姑娘说话真疯去 燕皇已经在大殿恭候多时 众位赶紧随我往里面请 凤熙见好就收 笑眯眯的不言语了 进入正殿之后 凤熙看到宝座上坐着一位老者 不怒自威 应该就是燕皇了 两旁站立着不少人 目光全都落在了人族使团上面 也有不少人在打量凤熙 毕竟这些人里面只有他一个女眷 而且还是个小丫头 若是旁人可能会有些不自在 但是凤熙却笑眯眯的冲人家点头致意 若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钦差视察民情啊 虽然两族处于半敌对状态 但对于燕皇 呆有的礼数还是有的 古长老等人行礼之后 这才说明料来意 燕皇陛下 我等此次前来 一方面是表明我人族的立场 我们人族一向已和未归 希望我们两族可以一直保持木铃友好 另一方面 也想让两族的年轻人切磋交流一下 曲长不短 燕皇笑着点了点头 你这话说到了本皇的心坎上 本皇也不愿意行刀兵之祸 很愿意和人族 魔族友好往来 古长老他们又不傻 一听这话就知道燕皇是在敷衍 燕皇继续说道 早就听说人族人才辈出 这些年轻人果然都出类拔萃 刚好这几天 天须书院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考核 不如让这些年轻人也加入其中 四位觉得如何 古长老他们倒是听说过天须书院 里面聚集了燕族的年轻精英 里面的学生和人族的内门弟子 清传弟子大致相仿 四人觉得这样也好 可以趁机看看燕族年轻一代的实力 于是 点头同意了 燕皇又让人摆上了酒宴 为人族使团接风洗尘 虚戒大部分植物和燕兽都蕴含梦冕之气 但也有少数蕴含纯正的灵气 燕皇用来招待他们的便是这重灵食 古长老他们多少有些忌惮 所以只是向止性地吃了一点 凤夕可就没这个顾虑了 吃的那叫一个欢 君文饥个也是如此 不吃白不吃 最好把师父和三师兄 弟 得那份也吃回来 秦时锋等人见 他们这样 干脆也豁出去了 甩开腮帮子 就是炫 古长老四人 你们这样容易让人家燕族 误以为咱们人族吃不起饭 燕皇心里确实是这魔想的 看来人族近些年的日子不好过呀 要不然这些清传弟子怎么饿成了这样 接风燕之后 春护法就带着凤夕他们到了天须书院 结果被人拦在了外面 院长说了 就算是人族使者也得透过书院的入学考核 才能进入书院 春护法一脸的为难 众位 你们可能有所不知 书院的独孤院长是我们燕族的元老 哪怕是燕皇陛下也得尊称他一句老师 所以 众位最好是参加一下入学考核 我相信以众位人族精英的学识肯定能透过考核 古长老他们当然知道这又是故意刁难 但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正好打磨一下这些清传弟子 于是 点头同意了 四位 入学考核的过程可以透过传饮时进行观看 请随我到亚轩 我们边品查边观看 春护法和海长老他们走了之后 凤夕他们被带进了入学考核的场地 负责考核的祭导师面无表情地说道 天须书院的入门考核分为两项 第一项便是心智是否坚定 现在开始进行考核 话音刚落 凤夕就冲着军文等人喊 我 你们多想想我 无论是祭导师还是海长老等人皆是一连猛 想你 考察心智是否坚定 想你干嘛 眨眼间 众人眼前的场景全都变了 凤夕面前是一座上品零食矿 还有一把采矿厨 海长老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玄天宗谁都知道凤夕这孩子就喜欢 楼前 有这样的好事 非得沉迷其中不可 然后 就听见凤夕小声嘟呐 挖矿根本就不是人前的活 还是让师兄们来干嘛 说完 转身就走 幻境直接消散了 海长老 我以为你们师兄妹 手足情深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不是那麽回事 他又看向其他人的幻境 各有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每个人嘴里都一直在念叨 小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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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长老 其他人 君文第一个就破了幻境 开玩笑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小师妹更可怕 紧接着将冀 裴周 锦言和行屋就都破了幻境 行屋小脸煞白 太可怕了 一想到小师妹就想起了在玄天宗的日子 做梦都是下跪 秦时锋等人破幻境的速度慢了不少 毕竟 他们没有受过凤夕的直接摧残 只是目睹过他的变态而已 即便如此 他们破除幻境耗费的时间 也比天虚书院的记录少了一刻钟 凤夕他们更是少了半个时辰 祭导师的脸都绿了 春护法的脸色也没好看到哪里去 本来是想给人族弟子下马威 现在可好让人家把脸面踩在脚底下了 春护法忍了忍墨忍住问道 魏师摩那些弟子想到凤夕就很快破了幻境 海长老笑着说道 小夕这孩子心地善良 平时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关键时刻给了他们爱的力量 帮助他们破除了幻境 古长老三人 看来你这些年墨白看守藏书哥 你是真能瞎编啊 春护法也是一脸的无语 只好看向传影时 祭导师冷着脸说道 入学考核的第二项是资质考核 也就是一炷香之内吸收灵气的总量 吸收灵气的总量越多 说明资质越好 话音刚落 凤夕他们每个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透明的圆球 将手放上去就可以吸收里面的灵气 圆球的一半变成黑色 便可以透过考核 海长老四人皱了皱眉 圆球里面并不是纯粹的灵气 而是夹杂着梦魇之气 缓慢吸收都会导致身体不适 不用说快速吸收了 春护法也皱了皱眉 因为原本计划的第二项 考核并不是吸收灵气 这个专案未免有些跌分 明知道人族身体排斥梦魇之气 这个考核就是刁难人了 但是他也不好戳穿祭导师 只能等考核结束之后 再找个有头让人族弟子入学 祭导师刚宣布开始 凤夕摸住的圆球救 炸了 凤夕下的一击灵 这可和我没关系 是他自己碎的 我没钱 我赔不起 季导师 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就你那修位 还想把测试球弄炸了 做梦呢 季导师当即让人又给凤夕 拿来一个测试球 结果 凤夕刚把手放上 这球又炸了 凤夕的小脸都白了 又故意拿来一个坏的 你们这不是碰瓷吗 季导师 只好让人又拿来一个新的测试球 一刻钟过去 炸了二十八个球 季导师的脸又绿了 测试球 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天须书院里面 一共就五十来个 现在炸了一半 独孤院长要是知道 非得掐死他不可 尤其这一关 还是他自作主张改的 他咬着后曹牙说道 你们不用测了 这一关免事 你们可以进入书院了 凤夕心说 你倒是早说啊 害得小黑球浪费了很多梦魇之气 没错 凤夕用手触控测试球的时候 小黑球就死命地往里面 灌注梦魇之气 测试球承受不住 自然就炸了 小黑球觉得自己太惨了 辛辛苦苦吸收来的梦魇之气 这模块就送出去了一大半 军文他们进入到天须书院之后 感觉什么都很新奇 因为他们 都是宗门弟子 还没到过书院之类的地方 凤夕倒是习以未尝 毕竟这书院和现代的学校差不多 引路的江导师 把他们带到了学生们进行考核的入口 众位 我们天须书院的学生 都在里面进行考核 你们是现在进去 还是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进去 众人都看向了凤夕 凤夕问江导师 考核的规则是什么 江导师笑了笑 我们天须书院考核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只看结果 考核之地的任务也是随机发布的 所以 你们进去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任务 凤夕 没有规则好啊 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可以随便骚操作 江导师看到他那亮闪闪的眸子 不知道卫石魔 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摇了摇头 错觉 肯定是错觉 这些人族弟子修卫 都被压制了一个大等级 进入到考核之地 就是羊入虎口 就是被燕族学生吊打的范儿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时凤夕说道 时间宝贵 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江导师当即 开启了入口 让凤夕他们依次进入 海长老四人 则是被请到了 可以观看考核实况的房间 天虚书院的院长和导师们都在 独孤院长心情识再不怎样 原因很简单 测试球砸了28个 他把祭导师骂了个狗血喷头 直接扣了他30年的兴奋 不过 看到海长老他们进来 表现得还算热情 众人落座之后 目光全都落在了传影石上面 凤夕他们 被一群天虚书院的学生包围了 独孤院长 好心 得解释道 这是皇子班的学生 修位大都是住击初期 少数是住击中期 是我们学院实力最差的班级 虽然人数比你们人族弟子多了不少 但是 我相信他们不会 以多取胜 海长老等人 暗暗咬牙 人族弟子的修位 都被压制了一个大等级 将继四人 如今是住击中期 军文他们全都是练七七 凤夕更是可怜巴巴的练七一层 就算对方不群殴 单打独斗也没有胜算 燕族如此行事 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就在这时 他们瞧见凤夕笑眯眯地说道 独孤院常让我们 选择一个班级加入 然后和其他班级对抗 获胜的班级 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 咱们相遇就是缘分 要不我们 就加入你们吧 皇子班的学生们 一脸茫然 加入我们 不是直接开打吗 皇子班的班长 心目狐一道 你说的是真的 凤夕有些无语 我撒这个谎 做什么 独孤院长说 双方实力均等 才能达到切磋的目的 难道你们觉得 以多胜少很光荣 还是说 你们觉得 独孤院常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如果你们不信 那我们就选 其他班级加入好了 心目和另外几个同学 商议了一会儿 决定让凤夕他们加入 因为他们班级实力最弱 如果有了人族弟子的加入 说不定可以干掉玄字班 于是 凤夕他们成功混入了皇字班 这货还给自己和军文他们的眉间 画了红色的火焰标志 臭不要脸说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燕族了 我们就是同学 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为了皇字班的荣耀 我们要勇往直前 奋不顾身 冲啊 说完 像一头清零的小鹿 率先冲了出去 独孤院长等人 海长老四人 无语是我们的通用语言 独孤院长简直都猛圈了 要不是他是当事人 他都要认为 那个凤夕说的是真的了 他说皇子魔如此自然 脸不红眼不眨 是一点也不心虚啊 更让他生气的是 皇字班的那些学生 他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基本的判断能力呢 非我族者 齐心必义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和人族组队 怪不得都被分到了皇字班 一群二傻子 海长老四人的震惊并不比他少 他们还以为 小崽子们会被群殴 结果把敌人变成了 同窗 这是什么操作 打不过就加入吗 再看到缝隙他们眉间的红色火焰标志 更无语了 最后 海长老悠悠道 小夕这孩子 化工不错 瞧瞧那红色火焰化的栩栩如生 众人 凤夕蹦待了一会儿 停下来问心目 我刚才就顾着兴奋了 倒是忘记问了 咱们的任务是什么 是把别的班级都坐趴下吗 这个我拿手 一个能打八个 心目 人族都这么喜欢吹牛吗 就你一个练习一层的小废物 还一个打八个 要不是看你们里面有四个助击中期 我们都不稀罕要你 你就是个 搭头 心目压下心里的轻视说道 我们天虚书院考核 不会直接释出最终任务 而是分阶段释出任务 每个阶段都会跟聚集分进行排名 排名第一的班级全员 晋级下一阶段 排名第二的 要淘汰三名同学 排名第三的 要淘汰五名同学 排名第四的 要淘汰八名同学 有班级全员被淘汰之后 才会释出最终任务 凤熙点头 哟 燕族还挺会玩 这么说 你们一共有四个班级 心目点头 嗯 天 地 玄 黄四个班 凤熙心想 不用问 黄字班肯定是最废物的那个 心目继续说道 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采挖梦里石 心目见凤熙等人一脸的迷茫 只好解释道 梦里石有助于我们吸收梦眼之气 我们入学测试用的测试球 就是用超大块的梦里石打磨二成 不过一般情况下 梦里石的个头都很小 也就指甲盖大小 它们都埋藏于地下 而且会混入泥土之中 单凭肉眼无法辨别 必须用神石感知才能找到它们 凤熙觉得很新奇 当即跃跃欲试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挖吗 心目摇头 梦里石的矿场 距离这里 还有柏鱼里 中间横跟着一片灌木丛 里面有很多筑基器的鸡鸡兽 如果硬闯 恐怕会有伤亡 所以 我们正在研究对策 凤熙一愣 你的意思是 考核之中会死人 撑死的那种 心目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对啊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要是假的 谁还会拼尽全力啊 凤熙漠然 不单单他沉默了 传影石之外的海长老四人 也沉默了 人族的考核 向来都会脱底 也就是说不会 真的出人命 看来 人族对于宗门弟子 还是有些过度保护了 独孤长老猜到了 海长老他们的心思 说到 我们天虚书院培养的是勇士 而不是瞻前顾后的懦夫 只有经历过生死 才能让他们真正的成长 你们人族的培养模式 太过富人之人 我不用多说 一会儿 你们就会看到 咱们两族的差距 他自觉搬回了一城 心情不错 让人给海长老他们 送来了灵茶和灵果 此时 考核场地里面 心目正在介绍 有关鸡鸡兽的情况 鸡鸡兽 顾名思义 会发出鸡鸡 鸡鸡的声音 体型虽然不大 但是极为凶猛 他们不但能喷吐毒液 而且 还会利用身上的尖刺 攻击敌人 稍有不慎 就会被扎成筛子 心目说道 我们暂时也没想到 什么好对策 实在不行 就只能硬闯了 就算是有伤亡 也没办法 因为 我们要是单个的时间太长 第一阶段 肯定就排在最后一名了 凤夕眨把眨把眼睛 这些鸡鸡兽 都是真的鸡鸡兽 不是阵法兽之类的 心目有些无语 当然是真的 时间紧迫 我们抓紧过去吧 对了 虽然咱们组队了 但你们的安危 自己负责 我们没精力照顾你们 凤夕点头 嗯 咱们各玩个的 心目 玩 人族这些清传弟子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抵达了灌木丛附近 心目正准备强行透过的时候 凤夕从储物戒指里面 拿出来一个葫芦 从里面倒出来一大把丹药 朝灌木丛扔了过去 心目有些无语 你扔的是毒丹吧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鸡鸡兽 可以喷射毒液 毒丹队 他们是没用的 更何况 你那是针对妖兽的毒丹 未必对燕兽有用 爸 心目之所以这魔说 是因为 他听到了几声不可描述的声音 紧接着 就是此起彼伏的叽叽叽叽叽 灌木丛被压倒了一大片 心目 黄字班的同学 观影室外面的独孤院长等人 海长老四人对视了一眼 默默地抬头看棚顶 燕族的房屋建造得真精美 瞧瞧这花纹多好看 凤兽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毕竟没用燕兽做过多子多负担的誓言 现在看来 无论什么兽都把繁育后代放在第一位啊 他对一脸呆滞的心目说道 鸡鸡兽都忙着弹琴说爱 咱们赶紧过去吧 心目这才缓过神来 好 好 心目本以为凤兽会让他们走在前面 毕竟这样一来 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 他们会守当其冲 结果 凤兽却冲在了最前面 只不过 很快就被他将棘拎到了身后 然后又被裴周拎到了自己身后 紧接着又被锦延拎 凤兽 到了燕族 你们都要起义了 是吗 都忘记被我大招支配的恐惧了吗 还好 君文和行屋这俩货 依然保持住对小师妹的迷之自信 迈着小碎步跟在了凤兽后面 心目等人见凤兽他们愿意在前面打头阵 对他们的印象好了很多 毕竟谁也不愿意当冤大头 众人全身戒备 小心翼翼透过了灌木丛 其实根本没必要担心 那些鸡鸡兽现在 根本莫闲心搭理他们 巴不得他们快点滚 免得耽误他们的正事 于是 众人莫非吹灰之力 轻轻松松透过了灌木丛 心目觉得自己 好像在做梦 这样也行 这办法好 损啊 难道这就是人族 一直长胜不衰的秘诀吗 其他皇子班的同学 也是恍恍惚惚 原本以为 肯定要付出伤亡的代价 结果莫非一兵一族就过来了 好在之前同意了 和他们组队 要不然 上马找这好事去 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抵达了梦里市矿场 此时 已经有人 在彩蛙梦里市了 心目小声说道 是天字班的人 他们都是金丹七 对付鸡鸡寿士小菜一碟 所以才会这么快 心目的话音刚落 天字班那边 有人冲心目招手 心目赶紧小跑着过去了 心目 你们怎么跟人族在一起 心目很是谦卑地说道 三殿下 愿常让人族弟子 和我们任一班级组队 他们先遇到了我们 所以就和我们组队了 三皇子贺连玉海 还真莫怀疑 这话的真实性 毕竟 正常人都不会想到 缝隙这磨损的办法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轻敌 人族弟子 一共才十一个人 若是他们单独组队 只有被虐的份 独顾院常让他们 和燕族学生组队也正常 贺连玉海撇了撇嘴 那还真是人以类绝 物以群分 废物只能和废物组队 心目虽然心里不痛快 但是没敢吭声 灰溜溜地回来了 他怕被天字般的人针对 特意避开了天字般的那片区域 带着凤夕他们走远了一些 虽然离得远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但是凤夕也猜到了一二 不过 他现在对梦里时更感兴趣 所以就没 左腰 心目说了一遍挖矿药领之后 说道 你们人族的神识 要比我们燕族弱一些 尤其是梦里时运含梦魇之气 你们不太好感应 能挖多少算多少吧 他这话也是实话 燕族的神识 确实比人族和魔族都要强 心目说完 就抓紧时间 去感应梦里时了 人族这边 行屋这个大聪明 第一个开始尝试 可是用神识探查了半天 也莫找到梦里时 倒是神识像针扎似的难受 他赶紧摇头 小师妹 这活 估计咱们干不了 还是等他们锁定梦里时之后 咱们帮着挖 前年体力活吧 凤夕阴沉着小脸说道 这是锤炼神识的好机会 赶紧给我挖 行屋一缩脖子 不敢避避了 其他人本来也想打退堂鼓 现行屋挨骂了 也只好硬着头皮感应梦里时 传饮时之外 海长老四人不由得点了点头 凤夕这孩子虽然有些顽皮 但对修炼确实很有悟性 他说的没错 虽然用神识感应梦里时会让神识不适 但这也是锤炼神识的绝佳机会 说不定经此一事 他们的识海都会强悍不少 独孤院长心里酸溜溜的 本来是想给人族弟子一个下马威 现在可好 成了人家锤炼神识的工具了 再想到炸掉的二十八个测试球 心里更堵得慌了 我心里堵得慌 也得给你们添点堵 于是 他笑着对海长老四人说道 凤夕这小丫头倒是有点见识 不过 你们人族的神识比较弱 就算是再努力 估计也找不到几块梦里时 好在你们的人和黄子班组对了 要不然 这成绩肯定很难看 海长老看了他一眼 黄子班要不是和我们人族组对 现在应该还在和鸡鸡受厮杀吧 独孤院长 来 吃快点心吧 赶紧闭上你的破嘴巴 真是奶壶不开提那壶 凤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正在聚精会神的感应梦里时 他的神识并没有什么不舒服 反而觉得很好玩 对于他这种贪财的人来说 挖宝游戏最刺激了 很快 他就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心梦 挖到的梦里时需要上胶吗 还是可以自己留住 上胶一半即可 凤夕 他感应得更起劲了 可惜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好 他感应了半天 也莫找到一块梦里时 倒是裴周找到了两块梦里时 晶莹剔透 闪闪发光 凤夕心想 看来就算被封印了血脉 裴周的神识还是强于其他人 不过也是 如果不是神识比常人强悍 他也不会成为制服师 其他人则是和缝隙一样 颗粒无收 一个个神情痛苦 毕竟神识被针扎的滋味很难受 不过 没有一个人放弃 小师妹都能忍 我们也能忍 只要不死就忍着 这时 帝字班和玄字班也陆续到了 皇字班的区域被挤压成了一小块 心目等人敢怒不敢言 毕竟打不过人家 好在他们来得早 倒也积攒了一些优势 凤夕没理会这些 继续感应梦力时 他觉得可能自己感应得不够深 虽然心目只是说梦力时 一般藏在五尺到一丈深左右 但保不齐就有藏的深的 于是 他把神识探测的距离 加深到了一丈五 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 加深到了两丈 依然颗粒无收 他又加深到了两丈五 只能说无知者无畏 哪怕是天字班的那些学生 也只敢把神识探测到八尺深 因为虚界的地气 很容易损伤神识 探测过深 那就是找死 凤夕自然不知道这些 虽然随着探测越来越深 他的神识有些不舒服 但这和平时修炼的疼痛比 根本不算事 所以 他将探测的深度扩充套件 到了三丈 探住探住 他的眼睛亮了 终于找到了 只是 这块怎么这么大 不会是探查错了吧 只是块破石头吧 凤夕有些不确定探查到的是 普通石头 还是梦里石 决定挖出来看看 于是 他对军文他们说道 你们先别探查了 过来帮我挖一下 军文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小师妹 用不着别人 我来就行 挖哪 凤夕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个一杖剑方的矿 按照这个矿瓦 给我挖三杖身 军文 你是要挖梦里石 还是要活埋谁啊 但是 他二话没说 当即开袜 就是小师妹要活埋它 他也会主动跳坑里去 行屋也屁颠屁颠跑过来帮忙 甚至都没问为什么 小师妹做事 还需要理由吗 让干什么 就干什么好了 将冀等人倒是想问 但是都憋了回去 挖坑总比感应梦里石强 脑瓜子都要炸了 于是 一众人族弟子 在那兢兢业业的挖大坑 心目等人一连猛圈 人族弟子 这是感应不到梦里石 所以打算直接开挖 赌运气吗 独孤院长 也是这模想的 扑吃笑出了声 你们人族弟子 有点意思 尤其那个凤兮 小丫头怪好玩的 海长老四人 算了 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反正我们人族 神识比你们燕族若是事实 心目最开始不打算管的 但是瞧见凤兮他们 都挖了一丈多深了 还在挖 忍不住劝导 梦里石 一般都会埋藏在地下五尺到八尺深 最深也不会超过一丈 你们再挖 也是白费力气 凤兮笑眯眯地说道 闲着也是闲着 末世挖着完呗 另外三个班级的人 也对着这边指指点点 脸上俱是嘲讽之意 三皇子赫连玉海 更是吃笑出声 人族果然都是一群蠢货 若不是父皇瞻前顾后 我们燕族 早就和魔族联手夺下人族的地盘了 当即有几个人 开始鳄鱼奉承起来 有人说道 三皇子 您说的没错 人族就是一群窝囊废 不如咱们找机会 教训他们一通 赫连玉海冷笑 有的是机会教训他们 不急于一时 考核要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距离第一阶段考核结束 只剩下半个时辰了 心目脑门子上面全都汗 尽管他们 比地字班和玄字班到得早 但粗略估计了一下 他们还是落在了最后 可惜 人族这边不争气 但凡他们多挖鸡块 他们也能排到第三 他开始在心里盘算 要淘汰哪几个人了 就在这时 挖大坑的队伍 发出了一阵惊呼 心目有些不耐烦 人族就喜欢一惊一乍 不过 还是走了过去 好歹靠着人族 过了鸡鸡兽那关 也不好坐视不理 等他到了境前 他发出了 驴叫 嗷嗷嗷嗷嗷 他看到了什么 族族有一仗剑方 那魔大的梦里石 这是真的吗 不会是在做梦吧 独孤院长 都要把脸贴到 传引石上面了 一仗剑方的梦里石 这是真的吗 我的乖乖 这的能做多少个 测试球啊 再一想到 这魔大的梦里石 要分一半给凤西 他的心都在滴血 他恨不能 时光能够倒流 把心目的嘴给堵上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 梦里石指 需要上浇一半啊 考核场地 此时已经炸锅了 另外三个班级的人 也都过来围观 虽然考核更重要 但不看一眼 总觉得遗憾 三皇子 赫连玉海也过来了 眼里露出了贪婪之色 他阴沉着脸说道 这快梦里石 可以算你们的成绩 但这是我们燕族的东西 必须给我留下 凤西看了他一眼 按照规定 我需要上浇一半 给天须书院 剩下的一半 归我所有 你凭什么说要给你留下 赫连玉海冷笑 凭我是燕族的三皇子 凤西冷笑 三皇子多个屁 这里是天须书院 只有导师和学生 没有什么皇子平民 想要摆你的皇子威风 滚外面摆去 还是说 你们皇族压根就莫把天须书院的独孤院长放在眼里 或者说 在你们皇族眼里 这些平民出身的天之骄子 就是没有尊严的奴隶 我一直认为天须书院 之所以屹立不倒 就是因为一视同仁 无论是皇子皇孙 还是平民百姓 只要有天赋 只要够努力 就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 现在 看来是我想错了 天须书院 不过是你们皇族享受特权 耍威风的皇家私俗而已 不少平民出身的学生听到凤西的话 脸上都露出了粪粪之色 哪怕是一些贵族学生也面露不满 毕竟莫人愿意低声下气荡孙子 独孤院长的脸都绿了 要是再让这个凤西说下去 估计都要激起名分了 好吗 别人是来考核的 他是来窜多起义的 独孤院长心里暗骂三皇子鹤连玉海 莫脑子 当众说出 震魔不要脸的话 也难怪被凤西抓住小辫子不放 要是不赶紧插手 估计都不用人族攻打了 燕族自己就内讧了 这个凤西 真是牙尖嘴利 至于他之前 说凤西好玩的事 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好玩个屁 弄不好都被他玩死了 他当即命人传讯 凤西发现的梦里时 一半上交书院 一半归他所有 任何人不得提出异议 另外 他还命人给赫连玉海单独传讯 让他不得声势 否则直接淘汰出局 赫连玉海不敢不听 阴冷地看了凤西一眼 走了 他一走 其他看热闹的同学也都散了 毕竟还要完成考核任务呢 凤西让行屋他们继续挖 等到把整块梦里时挖出来之后 美滋滋地收进了储物戒指里面 心目心想 人族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随便那磨一挖 竟然就挖到了这磨大块的梦里时 不过 转念一想 有了这块梦里时 他们黄字班就能反超到第一名了 顿时喜笑颜开 凤西看到他喜不自禁的模样 这才想起来一个漏洞 他说的组队是瞎掰的 一会儿公布统计结果的话 肯定会把他们人族单列出来 岂不就露现了 于是 他赶紧用神识继续探查 还别说 真让他又找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梦里时 他不由得心想 心目还说这什么梦里时 很难找 还都是指甲带大小 这不有的事吗 他赶紧喊心目 忘记和你说了 咱们虽然在一起组队 但是成绩是另算的 心目的脸顿时就黑了 成绩另算 那还算什么组队 也就是说 这魔仪大块梦里时不算他们皇子般的成绩 那他们起步还是最后一名 凤西继续说道 不过你放心 既然咱们是队友 我就不能见死不救 我刚才又探查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梦里时 你们现在就挖出来 成绩算你们的 不过 梦里时的归属全算我的 你看咋样 心目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是 他一直觉得 刚才凤西找到那块大的梦里时 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心里有些莫底 真能挖到 不过 他还是招呼过来几个同学赶紧挖 因为时间所剩不多了 只能赌一把 结果 竟然真的挖出来了 刚收净储物戒指 第一阶段的考核也结束了 显之又显 但是书院这边 迟迟没有公布成绩 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 怎么说 说到底 他们认为 人族弟子一进去 就会被燕族学生们淘汰 压根就没想过 人族弟子竟然窜到了第一位 这魔公布的话 未免有些丢人现眼 四个班级竟然都被人族弟子给碾压了 另外 如果把人族弟子单独算一支队伍的话 之前规则里面说的 淘汰人数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实在是麻烦 要磨骸的说将是老的辣 独孤院长慢悠悠的说道 凤夕不是说是我让他找班级组队吗 那就让他梦想成真好了 把人族的成绩和黄字班的算在一起 海长老四人 再不要脸这一块上 我们自愧不如 于是 考核导师在乘量梦里时的时候 将凤夕挖到的那块和黄字班的算在了一起 心目不解的看向凤夕 这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啊 凤夕也莫想到天须书院会这磨不要脸 也罢 本来因为是谎言 我还不太好施展 既然你们这磨给我面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笑眯眯地对心目说道 估计独孤院长看咱们双方合作很默契 所以 临时改变了规则 这样也好 本来咱们 就是同一支队伍 没必要分个你我 心目性以为真 也就没再追问 主要是因为 跟着凤夕沾光了 对于一些细枝末节 就莫那么计较 成绩很快就公布了 黄字班高居第一名 把另外三个班级甩了十万八千里 黄字班的人 从来没有体会到 这种荣耀 毕竟 他们以前都是倒数第一名 一个个挺着腰板 嘴都合不上了 第一阶段考核结束之后 有一个时辰的休整时间 众人都席地而坐 过了一会儿 玄字班的班长 楚连修过来了 心目 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 这才只是第一阶段的任务而已 单单靠运气 走不长远 心目忍气吞声惯了 所以并不打算和楚连修争辩 只是他没想到 凤夕笑眯眯地说道 是啊 我们就是靠运气赢的 说起来 我们能挖到那摩大快的梦里石 毕竟是你们把我们挤到那里去的 楚连修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照理说 他们玄字班是最厚道的 只能去边角的位置挖矿 但是他们仗着实力比黄字班强 所以把黄字班赶到了边角位置 结果倒好 人家挖出来了大货 越想越窝火 他咬牙道 我不和你们做口舌之争 我们走着瞧 缝隙撇嘴 别说走着瞧 就是趴着瞧 我们也不怕你 你真当我们黄字班 是好欺负的呢 之前 我们不过是韬光养晦而已 这次考核 我们会把属于我们的荣耀拿回来 楚连羞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个人族 一口一个黄字班 你还能不能要点脸了 等他走了之后 心目一脸的担忧 人族弟子考核结束之后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他们还得在书院混啊 先是得罪了三皇子 现在又得罪了玄字班 他们黄字班以后 还有活路吗 凤夕多惊啊 稍微一想就知道心目的心思了 他轻笑一声 心目 你是不是担心等 我们走了之后 被他们排挤报复 心目苦笑 我确实有这个担忧 凤夕慢悠悠地说道 你们黄字班 不是一直这磨过来的吗 心目 这话未免太扎心了 凤夕继续说道 你们的忍让 换来他们的善待了吗 没有 换来的 只有变本加厉 一味的妥协退让 并不会得到尊重 只有你们自己立起来才行 不要和我说 你们资质不如人 修为不如人这样的话 既然你们 能考入天须书院 就说明 你们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只不过 暂时珍珠蒙尘 没有绽放你们的光彩而已 退一步说 就算你们的资质 真的比不上他们 那又如何 勤能捕捉 只要你们啃下苦功 早晚能追上他们 另外 凡事要多动动脑子 比如说这次考核 考的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团体的协作能力 只要我们配合得到 我们完全可以碾压 另外三个班级 只要我们拿下这次的第一名 书院的修炼资源 就会向你们倾斜 你们超过玄字班 指日可待 在凤兮的嘚不嘚之下 黄字班的学生们 一个个热血沸腾 别说玄字班了 就是天字班 也没事磨了不起 我们黄字班 才是天下第一 传影识之外的众人 有几位导师 暗戳戳地 把凤兮说的话记了下来 虽然这个凤兮缺得带冒烟 但是这话是 无辜的 记下来以后 用来激励学生 古长老三人 则是一脸羡慕地看向海长老 怪不得听说 最近玄天宗的弟子们修炼都很卖命 原来都是凤兮得不得的功劳啊 我们宗门 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海长老被助手说道 小夕这孩子 经常到藏书阁看书 我平时没少指点他 尤其是为人处事的道理 古长老三人 你可拉倒吧 谁不知道你出了名的将驴 说话能把人噎死 就你还能指导凤兮 凤兮指导 你还差不多 就在这时 众人听见凤兮又说道 心目 一支队伍里面不能有两重声音 我们必须不掉 一支才行 所以 你和我两个人只能有一个说的算 我觉得我更合适 你觉得呢 心目 心目 你别误会 我之所以这魔术 不是我比你强 只是我想把责任揽到我头上 你是聪明人 相信你能明白我的苦心 心目心里一动 虽然凤兮刚才给他们灌了一大碗鸡血 但能不得罪人 当然还是不得罪为好 若是让凤兮来当这个牵头的 那三个班级的怒火 自然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另外 心目也看出来了 这个凤兮虽然修为不怎么样 但鬼点子多 让他当领头的也不错 所以 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同意了 凤兮又问黄自班的其他人 你们有意见吗 莫人吭声 如果不是因为凤兮 他们中的不少人 估计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 让他当这个领头人 也没时摸不吼 凤兮点头 既然没人提出异议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黄自班的班长 以后不要叫我名字 叫我班长就行了 为了方便管理 你们分位五组 自己推选一个组长出来 众人倒是真听话 开始分组 刚刚被动卸任的 心目光荣的 成了第二小组的小组长 传影时外面的众人 本应该被群殴的缝隙 摇身一变成了 黄自班的班长了 简直离了大谱 独孤院长 心情很复杂 他觉得 如果让凤兮在天虚书院 待上一年半载 八成他这个院长 都得让给他来当 人族怎么就出了 这么一个妖孽 好在他修为低 估计接下来的考核 不会再搞出什么魔额子了 这时候 修整时间结束了 也公布了第二阶段的任务 采摘涅槃果 限期五个时辰 按照采摘的涅槃果数量排名 凤兮看向心目 新组长 你和我介绍一下雷金木的情况 心目一时之间莫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才想起来 自己现在已经不是班长了 而是 小组长 他赶紧说道 据此三百里之外 有一处特殊的存在 名为诅咒之地 据说 这里是不被天道祝福之地 隔上几年 这里就会被雷劈 因此 这里先少有验兽 不过 这里却有一种很特殊的验殖 名为雷金木 雷金木被截雷劈中之后 不但不会死 还会开出花朵 截出来的果子 就是涅槃果 半年前 诅咒之地 再次遭遇雷击 所以 雷金木全都开花结果了 现在正是涅槃果的成熟期 凤熙点了点头 有意思 没想到 这世上 还有欠雷劈的东西 那采摘涅槃果有什么危险吗 心目说道 雷金木之所以能抵御雷击 就是因为本身是南的一线的雷属性 他们能吸收雷电之力 并且化为己用 一旦察觉到危险 他们就会释放出雷电之力攻击敌人 经常有人被他们劈死 我们想要采到足够数量的涅槃果 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凤熙眨巴眨巴眼睛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个 我再问一句 采摘到的涅槃果 是不是也只需要上浇一半 心目一愣 对 是这样 那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 咱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采摘到了药草啊 野果呀 也需要上浇一半嘛 心目摇头 不用 只有任务物品 需要上浇一半 其他的 都归个人所有 凤熙点了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走吧 我们现在 就赶往诅咒之地 本班常带着你们 去采涅槃果 传影时之外的 独孤院长 看着兴奋的凤熙 心里隐约有一种不祥之感 但是又觉得是 自己想多了 不过 是去摘涅槃果而已 他还能做什么要 四个班级 提前就被分配了路线 必须按照既定的路线走 否则算违规 缝隙撇嘴 之前还说没有规则 这不是规则是什么 本来他还想臭不要脸的 跟在其他三个班级后面走呢 如果路上有危险 可以让他们当炮灰 现在可好 只能靠自己了 三百里虽然对于学生们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是越是靠近诅咒之地 气候就越极端 上一刻还是艳阳高照 下一刻就冻得人直哆嗦 中间还会夹杂着狂风 吹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这还不算什么 中途 他们还遇到了激波艳虫冲击 好在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透过机场战斗 凤熙他们和皇子班学生 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了 当然了 凤熙作为指挥者 只需要拿着木剑 在那笔笔画画就行 根本不用动手 终于 抵达了诅咒之地 诅咒之地非常大 尽管四个班级的人都到了 但是却彼此都没看到 因为隔上今年 就会挨雷劈的缘故 这里的植物都比较低暗 雷积木分外显眼 紫红色的叶子 金黄色的涅槃果 给这片诅咒之地 增添了一抹丰收的色彩 嗯 以上是凤熙的心理活动 别人没看出来 什么丰收的色彩 只觉得妖异 因为雷积木的树叶 在摇曳之时 会发出滋滋的声响 显然带有雷电之力 这要是劈在身上 非得被劈成交叹不可 另外 雷积木是有领地的 他们所在的区域 只看到了一颗雷积木 星木小声和凤熙说道 班长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凤熙不打反问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星木当即说道 我觉得 咱们最好分为两对 一对吸引雷积木的注意力 另外一对 趁机摘取涅槃果 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伤亡 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凤熙摇头 我们是一个集体 每一个同学的性命 都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哪怕放弃考核任务 也不会让人成为牺牲品 记住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不抛弃 不放弃 心目一愣 一直以来 他们信奉的 就是弱肉强食 你受伤 甚至是丢掉性命 那就是你自己莫本事 怨不得旁人 可是 凤熙却说 不抛弃 不放弃任何一名同学 皇子般的其他人 也都愣住了 传影时外面 独孤院长冷声道 你们的这个凤熙道士 会蛊惑人心 什么不抛弃 不放弃 你们人族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海长老看了他一眼 你又不是人族 你怎么知道 我们做不到 独孤院长 我虽然不是人族 但是我有眼睛 有耳朵 谁不知道 人族就喜欢窝里斗 不说别的 你们四大宗门 都要撕成五眼鸡了 不过 他现在更关心 凤熙会才取食模样的办法 采摘涅槃果 话说的倒是漂亮 若是没有匹配的实力 那就是个笑话 缓过神来的心目 也在问凤熙 班长 那你说怎么办 凤熙勾传一笑 不知为何 心目觉得他这笑有些 阴险 凤熙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来好几团黑铁线 让将冀他们把一端弄成的大圈 另一端插入了地下 来 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些圈套在雷击墓上面 心目等人一脸猛逼 这是啥意思 但是 桥县人族那边已经开始动手了 只好过来帮忙 凤熙眯着一只眼睛瞄准 然后指挥众人套圈 套完就跑 不得不说 众人套圈的水平不错 除了有一个圈没套中 其他的全都套中了 被套了好几个圈的雷击墓怒了 之夜拼命地摇摆 想要甩脱线圈 雷电之力形成的小闪电 噼里啪了 结果 雷电之力全都被吸附在了黑铁线上面 汇入了地下 雷击墓猛圈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灵智有限 只能继续拼命地摇晃之夜 这魔作的结果就是 耗尽了所有的雷电之力 枝叶在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已经没有小闪电了 凤熙打了个响指 走 随本班长摘果子去 星木等人恍恍惚惚 这样也行 不过 还是跟着凤熙他们 跑到了雷击墓镜前 开始摘果子 就跟摘普通的果子 没食模两样 凤熙还趁机炫了两个 将继等人倒是莫好意思吃 毕竟一共也没多少 等到把果子摘完了 凤熙对军文说道 武师兄 这棵雷击墓的树形不太好看 你帮着修剪一下 军文瞄懂 小师妹 这是要连窝端啊 嗷嗷叫着 开始砍树 最后 雷击墓只剩下个木桩子 凤熙对星木等人说道 他的根系 还在 很快就能重新尝出枝叶 肯定比之前好看多了 他心里美滋滋 他要多砍几棵雷击墓 因为他要用雷击木盖房子 在有天雷劈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躲在屋里不出来了 让我从此有了庇护之所 让我从此告别雷劈之苦 我爱你们一万年 把某木盖撤了 优优独播剧场